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柳家家酒频道 今天要做英式马芬 没错,是大家所喜的McDonald McMuffin 做英式马芬的材料很简单 只要温牛奶,糖,酵母,面粉,盐和油 也可以用橄榄油或奶油来取代 首先把糖和酵母倒入温牛奶内,让酵母发酵 面粉会选择高筋面粉和中筋面粉 口感上会更有嚼劲和饱足感 把所有的材料倒入大碗内,搅拌再用手揉面 当面团把所有的面粉吃干净时,面团会比较难揉 揉起来也不会比较吃力 这时就让面团醒个30分钟 30分钟后的面团会有神奇的变化喔 30分钟后的面团会有神奇的变化喔 这时的面团会比较容易揉 把面团揉到光滑为止就可以了 我大概用了5-8分钟左右 揉好的面团把它分割8-9分 把分割好的面团揉成圆形 把它按扁 再慢慢的把它按压 按压到像手掌心一样大小就行了 因是马芬会用到意米粉 或者是意米粒 它是用意米制成的 在超市都买得到 因为我很少用意米粉 所以就不买了 我用意米片压成小颗粒状 作为代替 会变成小颗粒 然后说明芬汁 速kk 把鸭碎的玉米片倒入大碗中 把满分轻轻的按压裹上玉米粒就行了 接下来再继续饧面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马芬就会长一倍大 这时再把锅预热 不需要太热 用中小火就行了 轻轻的把发酵好的满分面团放入预热好的锅中 记得千万别按压面团 盖上锅盖三分钟后再反面 盖上锅盖三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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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做好的满分 皮是脆脆的 可以配上果酱汁 也可以弄成三文汁 都是绝配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以及订阅 感谢收看